这趟航班返航了 10月2号14点55 成都双流道 就在沟黄龙机场的 那我们回忆一下它的轨迹吧 从成都出发 然后还没到 就在沟这里 然后它就返航了 返回成都双流机场了 返回来了 拉拉一大圈 又回来了 浪费了不少 寄游啊 九寨沟黄龙机场经常这样子的 那边天气变化多端 现在是10月4号 这个热搜榜里面第三个 济南到九寨沟的这个航班 它备降了 这九寨沟机场经常这样子 备降到成都了 可以看到又是天气的原因 九寨沟天气是暴雨蓝色预警 怪不得飞机要备降 那我们回顾一下它的飞行轨迹吧 从济南出发 然后往四川方向飞 到陕西了 到四川八中附近了 往九寨沟方向 然后不能降落 然后就备降到成都了 备降了 好了 经常备降的话 影响乘客的出行计划 乘客又要哭了